6号下午 中和集团福清核电6号机组开始装载核燃料 这是国内第二台实现装料的华龙1号机组 标志着该机组向建成投产迈出了重要一步 华龙1号批量化建设正在有序推进 随着第一组核燃料组件被装入核电机组反应堆 福清核电6号机组首炉核燃料装载正式开始 标志着该机组进入主系统带核调试阶段 据了解 整个装料过程将持续数日 总共将装在177组核燃料组件 装料完成后 机组经过反应堆临界并网 以及各功率平台系列实验 在完成满功率运行后具备商业运行条件 华龙1号是我国自主研发设计的三代核电机组 目前 海内外共有8台采用中核集团 华龙1号技术的核电机组再建再运 建设运行安全和质量处于良好受控状态 据了解 华龙1号每台机组装机容量 116.1万千瓦 年发电量近100亿度